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段的热点背景,来看一下内容题 地方政府生财无门,随时爆雷 财政局长天天被堵门要钱 碧桂园危机波及数百地方政府,恶国远超恒大 中国的国有房企爆雷开始,远洋集团打响第一炮 医药反腐火震望已展落178名高官 传上交所正秘密的监督,一起的IPO 日美联手研制最新导弹拦截系统锁定中俄潮,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引述了中国媒体经济观察报的信息指出 在经济衰退财政困难之下 半年以来中国不少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局长一进办公室 就被辖内的各个单位的代表排队上门要钱 各地基本支出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但是如今除了发债以及向上级要钱 已经没有增收的途径 这篇题为财政局长这半年的报道在8月11号的时候发布之后 一度在中国的网络当中热传 但是之后被迅速的删除 同时有人将这项报道整理浓缩成了十个要点 并且做出了截流很难开源更难 地方政府和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随时会爆雷的结论 随后在中国的网络当中热传不少网民是先看到了这十个要点之后再去寻找报道的全文 根据报道说中国华中某县的财政局长化名为陈康 在8月2号的上午7点30分到办公室上班 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 都是县府其他单位以及辖下的乡镇来要钱的代表 但是这已经是常态 有时候让他一上午都出不了办公室 陈康说来要钱的部门都是有理由有需求的 但是没有钱只能多沟通多交流以前还可以从基金预算 也就是土地出让收入当中来安排资金 可是现在哪有资金去安排呢 报道指陈康的县领导在今年初的时候还要求他拨款投资 但是他以没有钱为由而拒绝 现在这名领导已经不再催投资 只剩下了一个要求保证三保 那就是保运转保工资保民生保证工资 大发改小财政是中国行政体系当中的一句俗话 意思指的就是省级含以上的发改委在各个单位当中的分量极重 但是在省级含以下的区域财政局却更关乎体系的运作 财政局长成为了关键性的角色 而今年上半年各地的财政局长受到了挑战 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维持财政正常运转 陈康表示财政收入不及预期 数据上看起来好像不是如此 但这是使用了技术调整的手段 形成左手倒到右手 而他面临的挑战却是财政供养人员保证压力大 机关事业退休人员不断的增多 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大 落实上级 汇气纾困 稳增长政策产生的支出增加 以及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进入了高峰期 陈康表示下半年的工作首先是要应收尽收 其次就是多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支持 再次便是多储备专项债的项目 最后就是继续盘盘家底 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盘活可以创收的资产 根据报道表示 另外一名华中地方财政局的局长 则在各种巡查和检查当中度过了上半年 还表示有四分之三的精力都在应付检查 其中包括了项目清理 以及本级政府以及上级政府的巡查 报道指出 中国的华中的一名开发区的财政部门的负责人 化名为李建的人士 他表示上半年则忙着在清理区内的空壳公司 因为这些空壳公司只会走账缴税 然后还享有退税的优惠 但是如今财政压力太大 可能没钱退税 因此需要清理 另外一项重大的任务 则是将隐形的债务清零 以及获得上级部门的资金奖励 而另外一名曾及叫前几名受访者较高的 地级市的财政部门的负责人 化名为田然的人士就直指 今年是他从事财政工作二十多年以来 最为困难的一年 财政局长如今成了一个令人嫌弃的职务 工作不好做 巧妇难为 五米之吹 田然表示他所在的地级市三宝还没有出问题 但是据了解 同省不少的地级市的三宝已经出现了问题 而今年上半年财政状况不太乐观 主要是因为各种主体预期变差 无论是百姓还是企业都在存钱 对于下半年的预算 他们心里更没底 他指出经过三年的疫情之后 很多县级行政区的财政已经很脆弱 收支矛盾尖锐 面临较大的收支平衡的问题 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预判 确定明年的预算规模 因此今年的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争取上级的支持 因为以前土地出让收入比较多 对上级的资金不够重视 好 再来看一下碧桂园的危机波及数百个地方政府 恶国远超过恒大 来自香港媒体报道说 深陷财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企业龙头 碧桂园宣布旗下11家境内公司债券 自8月14号开始停牌 意味着公司启动债务重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受访的学者认为 有别于同样陷入财务危机的亿万级的房企恒大集团 碧桂园大多数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 这些城市的房市更为的低迷 严重的供过于求 使得接盘方更难以从这些楼盘当中来看出发展潜力 重组的前景更不乐观 报道说碧桂园在8月12号的晚上 分别在深圳和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发出了公告 旗下的9支年至2022年发行的公司债券 将在8月14号的时候停牌 付牌的时间要另行确定 碧桂园旗下的广东腾越建筑工程也宣布了一支债券停牌 当地的媒体报道表示 碧桂园还有一支私募债券也将要暂停交易 而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统计 被令停牌的11支债券余额约157.02亿元 其中即将在9月份到期的债券一共有三支 总余额超过了73亿元 这一次公告并没有包括公司在中国境外的债券 碧桂园在公告当中表示 公司将与各持分者沟通 考虑采取各种债务管理措施 以保障公司的未来长远发展 为各持分者保存价值维护利益 报道说有关于碧桂园陷入财务危机的消息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相继传出 该公司在上个星期二 也就是8月8号的时候 证实外界的传闻 因为资金出现了流动压力 无法支付两笔到期的美元债的利息 处于违约的边缘 而碧桂园在两天之后也宣布 公司因为面临房地产行业销售下行等因素 上半年预计出现最多550亿元的亏损 身为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之一 碧桂园是继恒大集团之后 中国又一家陷入债务危机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 截至到2022年年底 恒大的总负债是2.44万亿元 碧桂园是1.43万亿元 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研究员宋丁 在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时就直直 碧桂园长期以来似乎扮演着业界特长生的角色 很少和同行在一二线城市来高价抢地 而是选择在三四线城市大量的拿地盖楼 通过差异化策略 曾经取得了一系列亮眼的成绩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宋丁解释表示 碧桂园有三分之二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 当整个的房地产形势发生了逆转的时候 这些城市的楼市就会首当其冲的陷入低迷 导致公司的整体销售大幅的放缓 财务状况亮起了红灯 即便碧桂园已经启动了债务重组 但是宋丁认为重组的前景并不乐观 他说重组的成败关键在于 接盘方必须认同他们旗下的楼盘的未来发展潜力 如果没有人愿意成为这些沉淀资产的接盘侠 重组就很困难 为了提振房地产市场 中国官方在过去一个月 持续的传递积极的信号和出台扶持的政策 推动房地产在下半年走向复苏 宋丁研判 尽管碧桂园的困局并不会扭转房地产复苏的大势 但是这场危机可能使复苏势头减弱 加重房地产市场低迷的阴影 他预计碧桂园已经出现的债务困局将形成连锁反应 波及公司业务覆盖的数百个城市 导致各地方政府、银行、债权人还有购房者等 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负面效应也会向房地产的上下游五六十个产业渗透 项目所在城市的经济也将受到影响 至于碧桂园的海外业务 宋丁认为由于公司也设外债 债务危机将直接导致资金链受阻 对那些建设当中以及尚未出售或交付的楼盘造成冲击 而来自法刑社的报道说 长期以来房地产和建筑业一直占中国GDP的四分之一 碧桂园的情况是目前规模空前的房地产危机的直接后果 法刑社的报道指出 与负债超过3000亿欧元的竞争对手恒大一样 碧桂园的任何形式的倒闭 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分协师认为 以碧桂园的体量和今天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现状 如果无法解除财务危机 对中国经济产生的震荡 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将超越此前的恒大 碧桂园的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公司的员工 供应商购房者债权人 对中国房地产行业和金融系统也会带来连锁反应 另外根据日本共图社的消息说 日本内阁府在8月14号发布的名为 世界经济潮流的分析报告 将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及地方财政恶化或导致经济下行 作为未来的风险因素 并认为有必要关注中国年轻人失业率的上升 根据该报告的分析指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导致地方政府依赖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减少 此外地方政府存在不进入官方统计的隐形债务 一旦地产企业地方财政等破产 货币紧缩消费者信心的下滑 恐怕将拖累经济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国有房企业爆雷 远洋集团争取豁免违约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暴不停 从事不动产开发的中国的国企远洋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在8月14号的时候发公告表示 一笔2024年到期的6%有担保票据未能支付利息 因违约停止了交易 但是远洋仍然有机会征取豁免违约 中国房市越来越惨淡 中国房地产报报的表示 根据远洋集团发布的未经审核运营数据 7月份实现销售额人民币24.9亿元 较去年同期的90亿元下降了72.33% 今年前7个月实现销售额381.5亿元 较去年同期的520亿元下降了26.63% 远洋集团发布公告表示 将于2024年到期的6%有担保票据 8月14号早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在港交所停牌 直到进一步的通知为止 根据瓦德指出 远洋集团因为没有能够在今年的8月13号 也就是有关利息付款的14个宽限期的最后一天 或者之前支付该票据半年期间利息2094万美元 导致发生了违约 尽管未能如期的支付利息 但是远洋集团仍然有机会争取豁免违约 公告指出 发行人已经收到了足够的同意指示 达到17号下午举行会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 以及足够赞同特别决议案的同意指示 以便在会中通过有关特别决议案 有投资人指出 如果在8月17号投票通过了特别决议案 则远洋集团可以豁免违约 延至9月30号财富利息 当前面临债务压力的房企不在少数 房地产龙头企业碧桂园申请多笔公司债券 自8月14号开始停止交易 接下来可能进行债务重组 有关于远洋债务违约的传闻 从今年第一季度就不断的传出消息 但是随着中国人寿和大家人寿保险等大股东的支持 一次又一次的都能够完成兑付 远洋一度被市场看好 但是如今仍然出现了违约 报道说与碧桂园不同的是 远洋是中国人寿等大股东投入大量资金 救助效果不明显之后 态度发生了转变 足以说明这家企业资金链问题的严重性 也有分析认为远洋集团债务违约对市场的心理冲击很大 打破了一般人对房企的国企信仰 接下来其他的国有房企也可能爆出违约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展开大规模的医药反腐之际 消息是透露说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7月底的时候发布了文件 要求各投资银行机构以及律师 要密切的监督首次公开募股IPO的中国一企 确保其营销活动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两名熟悉相关问题的银行界的人士 证实了上述的信息 而另外一个方面 上交所拒绝回应此事 中国当局在7月中宣布展开医药反腐之后 除了大批的医院院长党委书记 科部主任被查之外 根据中国财经媒体的报道说 已经有两家中国上市的医药企业的董事长 因为涉嫌贪腐犯罪被立案调查 分别是魏宁健康的董事长周伟 以及赛伦生物的董事长范志和 与此同时 中国医药企业的IPO进度 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放缓 其中已经申请IPO的荣胜生物 还有汉王药业先后主动的撤回了申请 此外8月份以来 已经有约50家的在中国上市的医药企业 以各种方式自我的宣称清白 指医药反腐不会对公司的运营造成不利的影响 而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内地的医疗反腐燃烧 在8月14号的时候 一天当中就通报了两名医院的书记和院长的落马 包括了贵州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原院长张云强 以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原党委书记都鹏飞 近期中国全国被查的医院的书记院长已经达到了780位 此外深圳的南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邓启文 被举报伙同情妇包揽医院的工程 纪检相关的部门正在进入调查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日美双方有望在本周批准一项联合研发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 以应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将是日美两国在导弹防御技术研发领域的第二次合作 根据日本独卖新闻在8月13号的时候报道说 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12号的时候 会晤了防美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双方就有望共同研发导弹拦截系统一试 达成了协议 不过报道并没有提及上述的消息的来源 鉴于日本外务省已经下班 路透社没有能够找到相关官员 就上述报道发表评论 传统的弹道导弹从太空折返大气层 并且冲向目标的时候 其飞行轨迹是可以预计的 但是高超音速导弹则不同 其飞行的轨迹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而使得拦截变得非常的困难 东方新闻的报道说 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 举行的美日韩三国的峰会期间 美国总统拜登将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举行双遍的会谈 今年1月份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与日本的外长林方正 还有防卫大臣兵田静 一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共同研发导弹拦截系统的事宜 被提上了议事的日程 共同研发导弹拦截系统 一旦达成的协议 这将是日美两国 在导弹防御技术研发领域的 第二次合作 华盛顿和东京此前 曾经共同研发了一款远程导弹 可以击毁太空飞行当中的导弹 日本方面将这种导弹部署 在寻衣在日本以及朝鲜附近海域的军舰上 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导弹袭击 另外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表示 日本现有导弹防御系统 被广泛的认为 无法应对高超运速导弹 而日美两国的目标是 研发一款具备转向能力的新型拦截系统 以拦截低轨高速运行 且能够改变飞行轨道的导弹 据称中国已经在2021年 成功的试射了高超音速的武器 俄罗斯也声称在乌克兰战场当中 使用了这种武器 而朝鲜也在开展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 中俄朝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取得的进展 令美日等一些国家面临着 提升威慑以及防御能力的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